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 他们不是笨蛋 他们不是傻傻的被骗 他们是真的被放在一个很精心的骗局里面 他们有他们的欲望跟他们的需求 所以他们被骗了 所以其实这过程中有很多很多 就是要去考虑跟犹豫的地方 所以会不会对人性失去希望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对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些当事人身上 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 就是我看着他们的时候 我知道说他们不是脆弱的人 他们也不是软弱的人 他们其实是非常努力的在反击的 他们自己去跟车 他们去想办法炸群 他们想办法去跟那个散布他们影片的人说 你知道我就是受害人吗 你知道有人因为你想要去死吗 就我觉得这是多大的勇气 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好奇机器 那今天企划杨阳也要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去年八月的时候 有一篇名叫做青春炼狱的报导 很受到社会的瞩目 它揭露了台湾有类似韩国恩号房事件 那犯罪的规模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那当时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一年后的现在 台湾相关的犯罪问题有改善了吗 那为了想要深入了解目前的状况 所以我们邀请到了青春炼狱的记者 蒋一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静周刊人物组的记者怡婷 杨阳你还记得你去年 就是看到这个报导时的想法吗 有 其实因为在这个报导之前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韩国恩号房的事件 然后在看到韩国状况的时候 还想说 哇 怎么这么可怕 幸好台湾没有类似的状况 结果没想到就是 在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让我感到 很震惊跟害怕的 因为在我自己的生活圈里面 我从高中就是读女校 然后大学的环境里面 我的朋友也大部分都是女生 所以我其实真的不太知道 在男生的领域当中 他们可能会接触到哪些外流社团 或者是外流的line群组 我是在这个事件之后 然后才去询问了一些身边的朋友 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好像很普遍 然后真的有非常多的女生 她们是在自己不知道 甚至是在可能太过于信任 她的性伴侣的状况之下 然后让这些影片跟照片 在她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 被很多她不认识的人看到 然后甚至非常剧烈的影响到 她个人的生活 我想到这个事情 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害怕 就是有一种人生没有想要知道那么多 那种赤裸裸的恶意被揭露的感觉 对 而且你就会 因为我以前曾经当过高中老师嘛 我也有教过就是男生班 我就会很害怕 这些小朋友里面 他们会不会有人 也曾经参与过这样的恶意 哦 我懂 就是反而会对人有一种 不信任感 有一种出现的那种感觉 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晚之后 来聊聊这些心情啊 情境 但我想要先来问问怡婷的事情是 当初会怎么想说 开始要去追查这个议题的 其实从2017 2018年的时候 台湾就有蛮多类似的事件 然后那时候还叫做复仇式色情 就是那时候比较在谈论 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那种报复的行为 但是其实案件是越来越多的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脸书上面 就看到有一个女生 她前男友把她的性死命运相散布以后 然后她的家人就公开说她自杀了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还蛮正经的 就是那时候我跟同事的 第一眼看到的想法是想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犯罪的样态 或是这个伤害 会让一个人必须用自杀来结束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深入调查以后 就发现她其实没有自杀啦 她是因为必须要让这件事情停止 所以她只好宣告说她自杀了 可是她一样是用了死亡为手法 才让这件事情结束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同事 其实就非常的震惊 然后很想了解 就是受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到底这个伤害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 那那时候一开始 其实我们是先进入了D-Fake的群组 就是在前一年 我们是做了那个 就是换脸的调查报导 然后后来揭露的是 就是小玉 小玉做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随着就加入越来越多的 Telegram的色情群组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里面的情况真的是蛮可怕的 而且那些群组的数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当我们加入了一个以后 隔天它可能就变10个 然后后来就变40个 所以我的那个手机的Telegram打开 就是那种四五十个相关的群组 然后有些人数 可能就四五万人 六七万人以上 然后后来就是随着 开始接触到受害者 然后跟一些相关的团体以后 就慢慢更了解说 原来它有一个更大的源头 叫做创意释放 在台湾的网络上面 因为会变大 代表它应该是跟盈利有相关吗 对不对 那我想要说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 简单介绍一下 他们的盈利结构 大概是长得怎么样子 对 其实刚刚提到就是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犯罪的场域 就犯罪场域都是在网络上 但它有很多不同的空间 比如说像脸书的罢设 那在脸书的罢设上面 它就是基本上 应该是没有盈利的 但有些人认为说 它可能有导到 某些行销的网站去 那在Telegram上面 其实也是没有盈利的 因为它就是 你被加入以后 你就是随意的浏览 但它在最初 其实是有盈利的 就是它最源头 就是叫做 创意释放这个网站 那在台湾的那个 网络上面 已经有12年之久了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 需要付费 才能够进入的网站 要加入的话 其实是需要 申请为会员的 那光是入会费 就要8000元 那你在里面 买任何一个影片 或是那种照片包 其实都会要算钱的 所以可能比如说 有些影片 它可能几百块 有些要到1000多块 然后有时候 它会附上个资 比如说这当事人 它的个资啊 那些女生 它的学校 学号 住址等等的 那如果你是 就是它那个会员 在加入的时候 有时候也需要 实名认证 就是有些不用 那有些要 那如果经过 实名认证的话 的会员权限就更高 看到的东西 可能就是更 不堪入目的东西 就是可能是一些 包含儿哨性剥削的影像 那些影像 可能是包含一些 国小女生 国中女生 被要求自拍的照片 或是有一些 可能是被性诱拐啊 或是有一些 要求他们 做出一些有点 就可以想象 就是恩浩房那种照片 就也有一些 是被胁迫的 那很多 我都是亲眼看到的 所以 其实里面真的 蛮多这种类型的影像 那根据警方的调查 里面应该有超过 10万部以上 那受害人应该有超过 三四千人 可能更多 但像刚刚说到 这个实名认证 是不是也是 这一个创意私房 他等于要求你 给出实名 他等于也能够 保证这个人 他比较不会 泄露这些咨询出去 对 其实他们一开始 根本就不希望 这些影片会外流到 Telegram或是罢涉 因为这样就等于 大家都知道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 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 就是在Telegram上面 就前几年 就有一个人 很喜欢从 这个网站上面 去把影片拿出来 然后一直给大家 分享交流等等的 那待会我们聊到 加害者的心态的时候 或许可以多聊一点 但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更多人的 广泛知道 创意私房的存在 那其实里面 他是有很多 不同的角色 在互相协助的 比如说 他有一个创办人 叫做老马 就是让台湾的警察 非常头痛的一个人物 因为就是 非常的难抓他 然后 这个老马 会跟很多 他们称为 原创者的人合作 原创者其实就是 在里面进行 比如说提供影像的人 这跟日本的 那个也很接近 就是日本也有一个 类似的 他们还会跟中国 然后还有跟 日本人合作 然后请他们 去做创作 对 然后这个老马 甚至他还会提供 资金的协助 比如说你要买器材 要偷拍 或是 你可能需要受害者 因为可能 在老马这边 就这个主谋这边 他其实有很多 受害者名单 那这些人 可能他们外流过一次以后 就可以拿来成为 他下一次勒索的对象 要求他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他甚至还会提供名单 给这些 所谓的原创者们 所以这些原创者们 就会用他们的名称 然后做一个一个的系列 那这些系列 有时候就会在 他们的那个论坛里面 就会很受欢迎 比如说他们就觉得 某某大很厉害 某某大就是 特别会调教女生 或是他特别会做 偷拍的等等的 其实里面就有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系列 然后盈利算是 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当时候你是有 真的就是 进到创意四方 甚至是直接看到这些 影片跟照片吗 有 就我在里面就是 看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一开始 进入到创意四方的时候 我是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进行这个报道 因为就是东西 真的太多了 而且一开始在看的时候 其实像报道里面 有提到的一个系列 就是 王兰跟玉的系列 就是他们是被诈骗 取得他们的自拍的 一些私密的影像 那一开始在 那个创意四方 里面的时候 那个犯罪者 叫做Airdrop Wu 他其实是说 那些女生的这些影像 都是他调教的 就这些女生 都是经过他的调教 他去指导他们 他去用他很厉害的一些 花言巧语 什么之类 让他们可以就是 摆出这些姿势 然后让他拍摄 所以那些购买的人 都超级崇拜他 都会想说 天哪 你怎么有办法 让这一个小网红 小网美 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那些影像 在上面其实就卖了 蛮多蛮多的 然后受害者 或是当时 他在卖的那个数量 其实就有100多则 120几则以上的 对 所以其实就是 120几个人受害 但当时一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能分清楚 他到底是自愿的 还是他其实是被胁迫的 还是他其实是被诈骗的 其实我是不知道 所以其实花了 很长的时间去做调查 就是去找到这些当事人 然后跟他们去询问说 到底你当时是 因为我不可能 直接接触那个Airdrop 我可能一问他 我就被提出那个地方 或是他们可能就会 中断这件事情 或是他们可能会 换一个方式再来 所以那时候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我必须从受害者 这边去了解 必须由他们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但在这之前 我有个问题蛮好奇的 因为像我知道脸书上面 这些类似霸设的社团 他们都有一个很基础 就是你如果是女生账号 你就不能入内 那你在追查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类似的阻碍吗 其实没有 应该是说 不会因为是女生账号 就不会被拒绝 因为其实你进去看 超多人是女生账号 因为他们很喜欢玩女生账号 就大家如果玩电动的话 也知道很多男生 喜欢玩女生账号 所以他们其实在里面 会用很多 假装自己是女生的账号 会放女生的大头罩 或是会放女生的 动漫人物的角色 所以其实在里面 对我而言比较重要的是 不能泄露我的真实身份 而不是去界定 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 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要怎么跟受害者联系上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两些 有不同的受害者们 就是我在这个报道里面 有一群受害者 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被诈骗 性私密 想要被贩售 像王岚跟玉 那他们其实就是一些小网红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那么难找 因为他们在抖音上 或是在Instagram上面 都可以找到他们 比较困难的是 让他们愿意理你 因为他们可能会想说 这是哪来的一个 奇怪的单位 而且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情 给更多人知道 对 或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讲 你是谁啊 就是因为你的Instagram账号 通常也不会是那种 也没有蓝勾勾啊 或什么的 他们一开始会被骗 就是被一个摄影师姐姐骗 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人看起来 是很多follow人 就一万多人这样子的 一个follow人的摄影师 然后去跟他们说 要进行这样的拍摄 跟客户聊天啊 然后就可以获得 这样的金钱的报酬等等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 看起来就不知道是谁的人 所以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联系到他们 然后跟他们建立信任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群受害者 则是透过一个团体 一开始的牵线 然后才慢慢跟他们建立关系 但也花了非常的久 就是另外一群受害者 就是可可跟丹尼 大概也花了 大概有四个月 五个月以上的时间 哇 所以这样子整篇报道 大概花了多久 才能够完成 花了大概一年左右 那我现在直接想起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从你接触这些 受害者的经验来看 就这类的犯罪 对于女性的伤害 或者是影响 可能是哪些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像刚刚提到 就是他们会对人 有非常高的不信任 所以当我去接触他们 他们可能会想说 天哪 这个人是不是又要来 骗我的照片 这个人是不是又要来 打探我的隐私 或是他想要继续 从我这边 获得其他的东西 所以其实一开始 要取得他们信任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已经是 被骗过一次的人 刚刚提到的 其他系列的受害者 有些人可能是 他们跟网路交友的人出去 那他们可能在 性行为过程中被偷牌 那那其实也是一个 很大的 就是信任关系的破裂 因为这个人 他当初接触你的时候 可能你们是有 一定的信任程度的 所以其实最开始 就是要取得信任 是非常困难 然后要跟他们说 到底你在做什么报道 为什么你要知道 这么多也很难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 不认识的两个人 所以他要跟你 就是掏心掏肥 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其实前面 真的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 我还写了一个 就两张A4的约访信 给他们 就写说 我为什么要念新闻说 从我就是 为什么想做新闻 然后我认为 做新闻应该是 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报道 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篇报道 以及就是 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做 跟司法人口贩孕 比较有关的报道 所以在这类型的题目上面 我会怎么去做 然后我要怎么样了解 他们的状态 然后以及跟他们说 你任何时候回我都没有关系 所以一开始这报道 我其实是 抱持了一种就是 如果没有做完也没关系 就是不管他什么时候 做完 什么时候他们愿意 对我开口讲 都可以 就是我们都是彼此准备好 那一天再开始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前面 真的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那慢慢的 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 真的非常大 比如说像里面提到的 王兰啊 他甚至在 就是 其实非常多的受害者 都有经历过 就他们必须可能 比如说完全不使用网络 就是他们不想要再使用 原本的社群网站 不想用原本的账号 然后不想要再更新了 因为他们觉得会 吸引更多人来攻击他们 或是取笑他们 然后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会想要结束 他们的生命 像王兰啊 他其实也有试过 然后我里面另外一个受访者 丹妮他也试过 就是想要结束自己生命 因为 其实对他们来说 整个生活就是全面的失控了 就是 你没办法相信别人 然后你也不知道 这个影像被谁看过 很多人可能都看过 像王兰连走在路上 都有人跑过来问他说 那个今天罢社上面 上传那个是不是你 所以 真的是 就是很 真的是蛮可怕 然后甚至会有人 想要采取 就是真的整形的方式 就我启动一个受访者 他其实在 我们 认识大概半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天就传来一张 他新的照片 跟我说 你看我 我现在这样好不好看 这样子 那其他就是去整形了 对 所以过程其实都还蛮 蛮伤心的 好 我现在有点沉重 就是 毕竟在 现在这个社会 是合作社会 就如果你不能够 信任别人的话 你 你真的很难在这个社会上面 生存下去 而且你没有办法辨认 哪些人可以信任 对 我觉得会有一种 自己好像是猎物 然后前面的所有人 然后都可能在偷看着 你的那种感觉 而且最可怕的是你 认识任何一个新的人的时候 你心中问自己的 第一个问题会是 他有没有可能看过我的 印象 我觉得那是 在做任何事件 都会让自己 非常却步的一件事情 甚至可能在学校里面 因为像爸社 其实跟他们生活 更紧密的 里面可能有他的同学 他的 亲戚 表哥表姐 然后其他的网友 所以有些受访者 他可能在学校里面 别办案的人 就会对他喊着 他影片里面 说过的话 或是摆过的知识 所以他后来可能 就连学校都不敢去 因为就觉得 天啊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 真的很可怕 而且学校的话是你 每天都要待在那里 跟好多人一起 而且还是要被关在那边 对啊 这真的 那他们后来是 怎么愿意继续下去 你说他们的生活吗 对对对 他们有没有什么 得到什么支持的力量 从哪边来 我觉得人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生物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必须生活下去 这件事情是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 想尽办法地活下来 比如说有人想办法 像王兰他就是想办法 去学拳击 他想要有一天 可以痛扁那些人 然后他可能去做刺青的 除刺青 他希望不要再像影片里面 是那个样子 然后有一些人 他可能 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可能把自己关在家里 然后慢慢地去试着 跟他的家人 谈这件事情 然后也有人 就是换了男朋友 换了很多 不同的 就是 必须重新去建立一个 他新的生活圈 去找到一个 他可以信任的人 对他而言是 可以把这件事情 讲出来的人 然后慢慢地 让他的生活 回到一个正轨 但老实说 我觉得这生活 都很难真的 回到正轨 因为那些影片 在网络上面 其实是一直一直都 存在着的 哇 但听到这边 我突然觉得好生气 就是 这些受害的人 他们必须要 想尽办法活下来 然后 想办法更坚强 想办法 不要让那些 伤害 再次伤害到自己 但那些加入社团 或者是那些 散布影像的人 他们甚至不觉得 这是一件错事 他们可以大声嚷嚷 自己看过那部影片 他们不认为 这个有错 然后他们的生活 还是依旧维持着正轨 持续的运行 就是犯罪 或者是去 接受这些犯罪 带来的好处 的风险太低了 有点这种感觉 对啊 就比如说 有好多好多人 是不需要付出 任何成本 他就能够看到 影片照片的 哇 觉得好不开心 好困难 我们这系统好糟糕 真的 而且有时候在脸书上面 有时候看到类似的新闻 下面就有人说 图呢 或是 什么什么呢 我就很深去检举他们 检举了就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真的说出 就是 什么真的是违反社群守则的话 可是他就是在下面 看热闹 对 他在促成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在想 这样子你面对这么大的恶意 或者是这样铺天盖地的这些 有点负面的情绪好了 那你不会在当下追查的过程当中 而且你还把它写出来的本名也出来了 不会觉得说自己有可能变成目标之类的吗 其实真的一开始是担心过蛮多次的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做defake的报导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有进入那个群组卧底 然后我也有一个我自己的身份在那个里面跟 就是里面的 对跟他互动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其实在一开始要刊登的时候 我跟我的同事都犹豫过说 我们是不是就用镜周刊人物组来发表就好了 可后来我发现我的受访者每一个人 不管是奎丁啊 球球啊 大家都用证明 对他们都用他们的证明 用他们的照片 在这个报导里面献身 然后那时候想说我有什么 为什么他们愿意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出来讲这件事情 我却没有办法呢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跟我同事几乎是同时决定 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本名来 写这份报导 因为如果我们没办法跟受访者承担 同样的风险的话 至少我们要承担一点风险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负责任的方式 但还是会担心啦 因为在那个时候 前阵子其实印度就有一个女记者 她因为做了一个性侵害的报导 然后做完以后 她就被成为了 就是换脸的影片的女主角 然后最后她其实就受到 很多很多的报复 然后很多的嘲笑 然后后来也造成她心理状况 其实蛮不稳定的 所以其实看到都还是会担心 讲到报复真的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 也有做一个人物访谈 就是访谈了很多位朋友 然后里面就有人跟我讲说 她有点后悔上那个访谈 因为她真的有因为那个影片 然后遭到报复 就是我就觉得让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我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能为这些人做的是什么 就是一样继续闭嘴吗 那这样子 好像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往那边去 然后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那从你已经做过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说 你会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有没有什么学习到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是 其实保护自己跟保护受访者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更重要的事情 其实怎么样可以更全面 让受访者知道说 你参与这份采访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报导刊登以后 他们确实也受到了很多的报复 就很多的受访者 他们影片又被拿出来 或是他们报导的截图 被拿在那些群组里面 打似的就是宣传等等的 那其实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然后其实对他们也都造成了一些些 不能说一些些 就是造成了一些影响 然后但在他们愿意受访的时候 跟他们愿意具名露面的时候 跟他们比如说 有些人想要采取匿名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讨论了非常非常的久 甚至他们愿意具名露面 我都还跟他们说 你要不要回家再想一下 因为你必须充分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报导 其实对就是刊登之后 对你们产生可能会有很多的影响 你以后上大学了 你上大学以后 同学们可能会知道 同学可能会看过你的这一个报导 可能会知道你就是那一个当事人 但可能对他们来说 他们没有解释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可能才是最严重的 因为他们可能是小网红 所以有很多的 那些人不会知道 对可能那小网红的话 他们可能很多粉丝 其实是知道有这个影片 可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影片 然后他不断不断的问这样 对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说 要来解释自己是更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 这部分我还是跟受访者 有在保持一些联络 想要了解说 他们到底 现在状况怎么样 然后还可以吗 就是 有没有就是 好好的生活下去这样子 就还是会 多多少少还是会关心他们一下 了解 那关于那些嫌犯呢 就是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是不是大部分的这些加害者 都还没有落网 以创意私房来说 其实在前年1月的时候 警方有破坏一个叫触感空间的 触感空间就是当年从创意私房 分支出来的一个小小的 同样的运作方式的那个 然后那个有完全被歼灭 可是创意私房的部分就是 没有 然后直到现在 其实还是没有抓到这个祖贤 然后就我所知 其实大家都很困扰 就是不管是检察官也好 警察也好 各个单位也好 其实都觉得非常的困扰 然后其实之前高检署 也有把他的网狱 就是暂停过一次 但他马上又换了一个网狱 又重新再 就是 再继续 对就再继续了 不过 其实其他的系列的很多加害者 都是有落网的 就是比如说一些 比较知名的系列 或是像之前 比较大的案子 就是一个北一女的偷拍案的 那一个加害人 其实他现在也是 就是有落网的 然后正在审判中 在抓他们的过程当中 最困难的会是哪些事情 主要是网狱 主要是他们IP 会一直跳来跳去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锁定 多数时候 可能他们就是 他们的网站就是架在国外 然后他们可能跳了几个 不同的网狱 所以你要抓他的话 可能就被断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 最困难 其实就是Telegram 就是Telegram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 追踪的东西 然后他甚至就是 你跟他要资料 他也完全不会理你 原本在2019年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因为抗争者可以利用他 去保护自己 殊不知也被很多犯罪层 来利用 对 就大家想得太开心了 那时候我们大家 你真的觉得 觉得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会只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就做这个吗 对 这个可能还是要打个问号 对 他可以拿来做 很多奇怪的用途 但应该有很多 所谓的那些原创者 他们是比较容易被抓到的 是吗 其实也要看原创者的手法 就是可能有些手法 他们可能有实际接触过当事人 那他们 因为毕竟虽然刚刚提到 他们真的很难抓 但是老实说 只要是犯罪 都一定会留下痕迹 不管是什么样的痕迹 就是那些东西 都是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 那只要有一点破口 其实都还是有可能会被抓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过 那个恩浩房 在那个Netflix上面的影片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说 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找到他们的 只是有时候是我们的 犯罪侦查工具 还不够全面 不够全面 罚规可能不让你做这件事情 或是人力不够 现在要选举了 或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因素 那让现在的那个侦查过程 可能还没有那么顺利 但我觉得我也相信 我很期待 我真的很期待 就是我真的很希望 他们可以被抓到 那像这些事情 达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生吗 就是很遗憾的 就是他们 其实大家之前可能也看过 就脸书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外流的社团 然后之前大家也有分享过一波 就是很多短网址的 影片的社团 对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 Telegram的群组 也都还是存在着 然后创意四方也还是存在着 然后近期他们也有很多 不同的手法 比如说像是模特面试 比如说要求你检查身体 跟之前的一些 MeToo事件很像 对 就是要求你脱衣服 然后给他检查 然后最后这些影片 可能就被拿来 可能作为反威胁你的很多方法 要你交出更多的资料 更多的照片 或是要求你 与他发生性行为等等的 就是很多类似的 然后年龄层 其实也是一直在降低的 就是国小女生 国中女生都有 我在想的事情是 就是怡婷你看了这么多 这样子的恶意 你还会很相信人性这种事情吗 要怎么样相信着 然后继续下去 一开始就是 其实在看那些影片 就刚进入到那些群组的时候 真的是会有点讨厌男生 就是会觉得 天哪 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 虽然 虽然你知道说 你身边有很多很可靠的人 或是值得信任的人 然后也有好的支持的系统 可是 当你意识到说 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 做的这些事情 然后 不在乎别人的 任何的感受 然后只是把人的身体 当作一种工具 或是赚钱的手段 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愤怒 而且 其实那过程 真的是蛮不舒服的 就是你必须一直看这些东西 然后 然后同时要 跟这些受访者建立关系 因为建立关系的过程 对我而言也是蛮痛苦的 因为 你必须不断的去 让一个人 能够相信你 其实这 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为 他会一直质疑你 一直要你解释你自己 然后要你去 确保 你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 因为 他 他不能再接受任何的犯错 发生在他身上 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会犯错 因为我们就是人 所以 在那过程中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拉扯 然后 要怎么样呈现这个报道 也很困难 比如说 要不要把他的犯罪手法 写得这么仔细 要不要 要不要公布之类的 对 或是他的 可是诈骗手法不公布的话 你就不能让读者去同理说 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被骗 他们不是笨蛋 他们不是傻傻的被骗 他们是真的被 放在一个很精心的骗局里面 他们有他们的欲望 跟他们的需求 所以他们被骗了 所以 其实这过程中 有很多很多 就是 要去考虑跟犹豫的地方 所以 会不会对人性 失去希望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乐观的人嘛 对 就是 我觉得我在这些 当事人身上 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 就是我看着他们的时候 我知道说 他们不是脆弱的人 他们也不是软弱的人 其实我的受访者里面 像丹妮跟可可 还有另外一个 协助他们的男生 政委 他们其实是非常努力的 在反击的 他们自己去跟车 他们去想办法乍群 他们想办法去跟那个 散布他们影片的人说 你知道我就是受害人吗 你知道 有人因为你想要去死吗 就我觉得 这是 多大的勇气 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所以 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非常非常多东西 就是像讲有点煽情 但是 但就觉得 就是人的韧性 是非常强的 然后 然后这些人 虽然是受害者 但他们不是脆弱的 他们也不是软弱的 但在这些过程中 可能会 你看到一件事情 还发生 但他的嫁害者 却没有办法 好好被抓到 或好好被处置 你有曾经在这些过程当中 对警察 或者是法律 感到失望过吗 中间 就有时候真的是 会觉得 怎么 因为其实像 有时候像会来上节目 去参加一些网络会议 那种 妇女团体办了一些座谈会 然后或是甚至像 这个报道 其实他也得了一些 新闻的奖项 所以 在那个时候我都会觉得 可是 可是还没有破案 就是在那个时候会觉得 有一点难过 这样子的话 好像就结束了吗 怎么 我还没有把话讲完 就帮我把那个逗点 改成了一个据点 对 就是会觉得 现在就值得 这样子了吗 就是现在讲这样子 是好的吗 就是会有很多 这样的感觉 因为觉得 对于这些当事人的伤害 其实还没有真的结束 就是有时候 才是一个开始 所以就会觉得 很气啊 有时候就觉得 是不是警察没有在做事啊 或者是不是 台湾的立法委员 又在偷懒啊 但那都是我自己心里的OS啊 但是 讲出来了 你讲出来了 没有 其实后来 待会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法律 有一些进程这样子 然后 其实在这些会议中 就是跟很多的检察官 跟警察 其实都有很多的交流 然后也会知道说 他们真的是 非常了不起耶 其实就真的 因为台湾附优队的人数 本来就很少 他们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不管是跟骚法的 或是像性犯罪的 或是像现在数位的 性犯罪的 其实都是他们的管辖范围 然后他们的职 他们又不像是 办那种什么强盗案件啊 或是一些 那种更有枪的案件 那种是受到他们的 就是更多的奖励 或是嘉奖的 其实办这类型的案件 其实有时候 就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在里面遇到很多 就是更致力于 在做这个警察的时候 我其实都觉得很敬佩 然后也知道说 这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在想 如果今天有一个听众 他刚好有在面临 类似的困境好了 他们可能可以怎么办呢 有任何就是一个 可靠的援助的单位吗 我觉得 其实还是有蛮多的 就是妇女团体有在协助 像是展翅 或是像是 妇员会 或是像是 立心基金会等等的 其实这些妇女团体 都有在提供相关的协助 然后其实像台湾有一个 就是网站叫做iWin 就是网络防治的这个机构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 就是你的申诉的 然后在现在 其实修法之后 我们的卫福部有一个 性影像处理中心 那个中心 其实是可以接受申诉的 所以其实是有一些单位 可以去寻求帮忙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 要先能够有一个 重要的他人 就是不管是你身边 哪一个信任的人 可以先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而不要一个人就是 去面对这些压力 对对对 我觉得一个人 真的是太困难了 而且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要乐观的一个人 真的很难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我就想到 那种创业的构成 我觉得创业 就是因为他也很辛苦 然后你会面对很多 巨大的压力 巨大的风险 跟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时候你真的会需要 记个人 然后当你撑不住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说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往下 那或许就像刚刚怡婷说 我就找到第三个人 真的是蛮重要 找到第二个人 真的是蛮重要的 那另外 刚刚你有讲到 就是修法的方向 那现在修法的进度 大概是怎么样 好的 就是修法这部分呢 其实他真的是修了 蛮多的东西 然后 因为像今年初 其实立法院就修正了 就是刑法 然后还有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额少性剥削条例 跟犯罪被害人 权益保障法 这四个法 他就合称为 数位性暴力四法 那我们七月的时候 就正式施行了 然后我觉得 这一次修法 其实有几个重点 我觉得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应该会对自己的生活 会有点帮助 就如果你身边有人 刚好碰到这个情况的话 第一个就是 他已经把这些 就刚刚提到像D-Fake 因为D-Fake 在我在做的时候 其实没有任何的法规 可以去规范他的 顶多就是 比如说防害秘密 或是 个资法等等的 那现在他是有明文化 就是在这个刑法的 专章的地方 他就有把 未经他人同意 强暴脅迫涉入性影像 或是未经他人 同意散布 制播不实的 性影像的部分 都有入罪 所以其实现在 这些东西都是 可以真的去提告 然后他是有相关的 就是罚则啊 跟刑则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比较 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其实在 我在去很多座谈的时候 有一些年轻的 男生啊 男同学 都会排来跟我说 那我们也会受到惩罚吗 或是我只是收到了 我也会受到惩罚吗 那其实真的是会 因为 其实像 额少性剥削条例啊 他就有把 无证当理由 持有额少性影像 就是你只要是 收到你朋友 传给你的 未成年人的影像 你下载它 你把它放在 你的手机里面 现在就要改为 处一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或是一颗 三万元以上 到三十万元以下 罚金 对 其实这差蛮多 而且就很想跟大家说 你不要以为 你只是 砍 你只是砍 你只是存档 其实它真的会造成一些影像的 然后另外就是 针对被害人保护 跟影像移除下架的部分 其实都有一些新的立法 像是可以透过 刚刚说的那个 性影像的处理中心 去要求它就是 下架 所以这个影像处理中心 就会去跟县市政府 要求就是 这些网络单位 要它下架 不然的话 可能就会 勒令它要 比如说要把这个网站 就是 停掉 对 断网处理啊 或是会有一些罚则等等的 那其实我觉得 最有用的 还有另外一个罚则 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 其实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法 在这一次也修了很多 然后对于数位性暴力的 受害人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保护 像是 以前针对性侵害当事人 那些保护 像是你可以去 提请法律的协助 或是你可以寻求一些 经济上面的 立即的紧急的安置的协助 甚至比如说 如果你的前男友 或是前女友 有人本来是合法 持有你的性影像 现在他转而来 威胁你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保护令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保护令 去要求他提交这个影像 或是你也可以用保护令 去跟他说 你不能再跟踪我 或是骚扰我等等的 我觉得其实这些都还算是 蛮蛮有用的啦 就是虽然不知道实际上 落实的情况 现在怎么样 但是至少在法律上面 现在是有一些 可以保障的方法 刚刚想到 那个提告的人会是谁啊 就假设说 今天有一个人 就他被政党理由 他持有了 那这个是由 就是被拍摄的那个人 可以去直接去提告吗 就是他是一个路人 他持有了我的影片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也可以由第三个人 去检举 就是 可是第三个人检举 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就是 如果是成人的影像的部分啊 有时候那个 警局那边会很难认定说 这个成人影像 他到底是自愿拍的 还是他是被非法拍的 那其实就会谈到 我们刚刚 原本就是在报道里面 有提到 就是要建立资料库的这部分 因为如果建立资料库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当事人 其实是报案过的 那其实这东西就是 就是非法的 那他可能就可以处理了 但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没有建立一个资料库 所以就很难知道说 像我刚刚提到 那个案件 明明有非常非常多的受害人 那他们可能去不同的地方 都报案过了 可是却没有办法去整合起来 甚至你也不能从 他们的犯罪手法去知道说 这些案件 可能都来自同一个人 对 所以那可能是 现在的法律上面 比较欠缺的地方 之前在看报道的时候 其实我有看到 很多人都提到两个方向 就是说 因为可能很多的搜查 他骗几个 不同部门的职责 所以希望可以有一个 专责单位 来统侠相关事物 然后跟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 就是犯罪者资料库 能够让这些 重复报案的事情 不要再 分别由不同的警局处理 可以透过一个资料库 来整合相关事件 所以像这个专责单位 跟资料库的部分 是现在还没有进行的吗 对 就是现在参加很多会议 其实大家都还是会讨论说 真的很希望 会有一个专责的单位 因为其实数位 性暴力的犯罪 其实是非常复杂 就是 就是即使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些地方 我还是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事情的全貌 然后 然后像我常常在跟警方聊的时候 我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些富佑队 他们要做的事情 真的这么多 像他们手机里面 他们知道的 比如说包养软体 交友的那些软体网站 其实就真的是 二三十个 然后每一个里面 可能都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性犯罪的情况在发生 然后 他里面要怎么样 去透过什么方式 比如说他们怎么样去汇款 怎么样加密货币去汇款 怎么样去 刚刚提到 就可能他的网狱会一直换 那你要怎么样 跟国外FBI合作 其实都有非常多 很复杂的一些 就是很多很专业的内容 那其实一般的富佑队 或是一般的警局 可能他们并不具备 相关的技能 所以在调查 这样的犯罪上面 就有很多难度 哇 感觉真的是一件 需要社会大规模重视 跟资金溢注之后 才有办法好好处理 而且要花蛮多时间的 因为就是他 要怎么讲 面对社群环境 跑出来之后 真的有很多的 新的犯罪形式跑出来了 然后大家才在 理解跟拆解的时候 就很难追上 就可能好不容易追上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阻挡里面的 20%到30% 然后又有新的东西发生 那我很想问怡婷 就是当初你在 写这个报导的时候 你有期待这个报导 能够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吗 我当初在做这个报导的时候 其实最在意的就是 希望可以让读者 真的理解这些当事人 就我觉得这是我 最最初衷吧 就像我那时候想要理解 那个在脸书上面宣告他 自杀那个女生一样 就是我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这件事情对这些人 造成伤害到底是什么 以及就是这个情形 其实不是他们很笨很傻 就算是他自愿拍摄的 那可能后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或是这个自愿拍摄 其实是在很多的情况下 比如说因为交往的关系 他不得不拍 在现在男女之间的互动关系底下 他们觉得很正常 或是他觉得就是非拍不可 或是他可能就是涉及了 诈骗的行为等等的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需要被拆解的很仔细的 所以其实这是我一开始 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 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 就是到底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以及就是把这个犯罪的网络 就是揭发出来让大家知道 刚刚我们讲到蛮多是 可能是被害者的 我这边突然好奇 因为新闻有的时候会强调说 各个立场都要访到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想说 我想要了解一下 这些加害者的这种想法吗 有啊 就一直很想要知道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到底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就是去伤害别人 对 然后为什么你有办法 做出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你可以不是做一件 你可能不是只偷拍一个女生 你可能偷拍两三百个女生 或是你可能不是只贩售 一两个这种东西而已 对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有在 希望可以做更后续的报道 关于加害人的部分 然后其实也访谈了一些专家 去了解说 到底这些加害人 他们在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就有几个点啦 就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绝对是钱 就是其实刚刚提到 就是那一个触感空间啊 那个刚刚不是有说到一个 就是有被抄掉那个触感空间吗 那个触感空间 他其实在当年被检方抄掉以后 他们估算他们的盈利 大概是三千多万元 对就是在卖这些影片 而且其实他们是 不需要什么成本的耶 对他们其实不像是 我们志祺成立一个公司 这样要很多很多的成本 他们可能就只需要 就是一些器材 然后一直去偷拍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一直不按的贩售 然后贩卖给更多的人 然后获得这么巨额的财富 所以很大的一个诱因 其实就是金钱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盈利的东西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他们可以在这之中 获得很多同才之间的权利 就是像刚刚有提到 在创意四方里面 他们都把他尊称为神啊 大大啊 这些人怎么有办法 就是让这些女网红 这些女生可以对他这么的福寿 就是这么的就是听他的话 然后这么的有他的权威 权利在 所以一方面他其实展现了他的权利 然后一方面他也满足了 很多人的欲望 对 所以其实这东西是很复杂的 然后我也很希望可以去 更了解到底 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但有一点困难 对 哇 好多的犯罪背后 你听了原因之后 就会发现他牵扯了 更庞大的东西 一定的啊 又牵扯资本主义 又牵扯所谓的父权社会 这些都是难以解构跟处理 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 这些恶意很难理解 就会想说 难道他们身边 没有他们在意的女性存在吗 就是很想知道这些人 为什么能够对女性这样毫不在意 还是他们真的毫不在意吗 我是真的蛮想知道的 嗯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 有其中一个就是加害者 他在法院被审理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他有一些精神上面的疾病 他对于某些女性 名校的女性 有很多的执迷 还有很多就是他的幻想等等的 但是 但是有时候 也会想说 如果我们让他们都这样子去讲的话 是不是又好像太合理化 他们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有很多 需要去深入了解的地方 然后有很多我们需要去注重的 比如说 让加害人讲话的空间 跟让被害人讲话的空间 他是不是能有一个平衡在 而不是只是让加害人可以 一直畅所欲言的讲 他们想讲的话这样子 然后 对 我觉得确实是 会很困惑 就是有一些人会让你感觉到说 他们有时候就是想要惩罚女性 他们可能在他们真实生活中 受到某些女性的 不当的对待 或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 被这个社会所边缘化的 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想要反击 他们想要展现他们原本没有的那个权利 所以其实那东西真的是蛮复杂的 那我其实另外有一个 我自己个人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 你在追这个报道时间 其实持续了一年多 然后甚至过程当中 你曾经会想过这个报道 会不会做不出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公司是怎么样提供你足够的援助 让你有办法写一个 可能会写不出来的报道 其实我们毕竟是在一个商业媒体上班 所以其实这个报道就是 我报了题以后呢 我就是自己把它做完 然后其他时候 我就是继续进行我的其他专题 跟人物报道 所以其实其他工作都还是如期的完成 然后原本要交专题的时间 如果这个专题交不出来 就生另外一个专题去交 然后这个题目我就是放着 因为对我来说 他这份报道其实是一个 我不管什么时候出 我都可以的报道 因为这件事情会一直持续的发生 而且我愿意等待 就是我觉得 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办法 明天也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等你有办法说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 我想要压一个时间 跟他们说 你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 让我把报道交出来 就是我反而没有这个想法 但这个部分 就是你是拥有空间的 公司并不会给你这个报道 没有 他自己用别的报道 把空间称出来 对 就是交了别的报道 对 还是有完成工作 放一份报道 多了一里路 时间慢慢的就往后退 现在赶快多生一个报道出来 我就再多一些时间了 对 但中间还是会觉得 很想放弃啦 就中间还是会觉得 真的好困难喔 然后 会不会做不出来啊之类的 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啊 那最后你有什么 想要跟志祺希希的观众分享的吗 我觉得刚刚志祺讲到 就是关于人跟人的信任 这件事情 是我很想要 就是多聊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都会说 要怎么样去防治 这样的犯罪发生 要求小女生 不要在网路上交友了 不要在网路上约会了 不要 不要把私密照传给男朋友了 不要随随便便的信任别人 可是我觉得这是 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 就我觉得我们成长的年代 就是至少我自己成长的年代 我因为跟人建立的信任 我觉得我得到很多 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 不应该剥夺一个人 与别人建立信任 或是建立关系的机会 那我们把责任丢给别人了 对我觉得重点 还是法规的部分 我们要让这个法更健全 然后让执法更有利 然后让这些犯罪者 不能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去要求这些 可能的被害者说 你要小心这个世界 你要对这个世界 充满着警戒心 我觉得这是 有一点本末导致 因为像我们在做 性侵害防治的时候 会跟小孩说 你都不要再什么 接近叔叔伯伯啊 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其实 小孩子永远都不可能 打赢大人的 所以当这个 这个犯罪到你面前 当他已经害了 一百个人的时候 他今天想要来 加害于你 你也逃不掉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重要的 还是要回到就是 在法律上面 在执法上面 跟整体的 比如说 网络安全环境的 建立上面 去做更多的加强 而不是去针对 这些青少年啊 青少女去说这种 就是我觉得 有点奇怪的话 对 这是我自己 自己在做这个题目 这一年来的一些想法 这样子 好 那今天很谢谢怡婷 愿意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多 那大家如果想要 深入了解的话 也可以搜寻 青春炼狱到 镜周刊 看看更多详细的报道 那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 谢谢